2022年,政治多事之秋,全球各种大事,包括俄国战争,美联储基金加息,欧洲能源危机等等,让全球经济与股市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,本地40大富豪的身价也受到了刺激,去年总财富整体缩几了11.6%或大约341令吉,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十大富豪的排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次上榜就以39.21令吉身家,强势站上第18的席位。 他去年陆续购入多家上市公司的股权,包括Solar West、胜利者国际三和安吉亚、阿执亚等等。 另外两名其实是重新入榜的富豪,分别是陈志远34名,以及林昌和宇家族35名。 在经济复苏下,陈志远旗下的成功食品Ufood以及大马71控股SEM都交出亮眼的成绩,这让他身家累积至17.2亿令吉。 而排林昌和宇家族,凭借沙拉月游宗Sob以及生洋传物机构,Syscorp优异表现,身家涨至16.9亿令吉。